晚上应该很多观众朋友 基本上一夜难眠 因为这个余震实在是太频繁 而且说真的还不少 那这一次的余震 大家也很想问为什么 甚至大家也观察到了一个变化 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中央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 许淑坤院长 我们有很多问题 想要来好好请教一下院长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上一次的4月3号 0403大地震当中 大家就发现了 其实这个主阵旁边的 这些全部都是余震 余震比较靠近这个北边 但是在这一次 凌晨跟清晨的所有地震 基本上余震都是往南边来靠 大家就说了 这就是所谓的应力作用 所以我们要来请教院长的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一次的地震的正央 它的位置完全不同了 再来就是什么是应力作用 我先讲应力作用 应力作用就好像 你把一个橡皮筋把它弯下去 它会变形 那我们称为应变 那应变如果说 应变弹回来时 那就是应力 所以一个东西 如果两个挤压很久情况下的话 它的累积的应变就会很强大 所以有一天如果释放出来时 应力就很大 所以从而到里情况下 它的地震规模就会相对大 就是所谓的应力 我们讲的应力很大小 就是因为有应变而产生了这样的关系 那如果讲到说 04 03跟今天清晨 这两个地震情况有没有关联 事实上你可以说有关联 也可以说不那么有关联 因为有关联是因为它都在这个区块 都是在靠近这个地方 是 那这个区块 为什么这个区块这么特别复杂 是因为这个区块 它的北边 就是所谓我们菲律宾板块 正常隐墨的地方 可这个区块的南边 它却是碰撞 各位知道那个花莲以来 它就是碰撞挤压 所以很多地震 所以板块实际上不是隐墨 是挤压碰撞的 但这一块区块 它就是不是隐墨 也不是碰撞 它就是要准备想要隐墨 所以它就特别复杂 就是原因在于此这样子 那04 03的地震 跟清晨的地震 最大的差别是 它其实都在这个带里面 试图往西边开始要 应该叫往西边逆冲下去 产生了一个作用 可是这两个是在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断层面上面 04 03那个是在深部一点点 它是在大概20多公里地方 也是往西倾斜的一个破裂面 但是今天清晨的那个6.3的规模 它是在前部可能是5公里桌左右 它也是往西倾斜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说 这个区块是大概就是两个破裂面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世界里面 它两个破裂面的时间点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觉说好像余震很多是因为前面那个余震还没完 上面这个又破裂 所以上面有一大堆余震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同个世界 因为都在这个区块也可以分开 没关系 反正就是有两个破裂面 产生两个不一样的那个地震这样的情况 所以刚刚院长有特别提到嘛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事件 但其实你要把它拆开来看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由于这一次大家就发现了 正央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次的正央是在北部这边 而这一次的正央是比较靠近南部这边 甚至从外海一路震到了快要陆地这边来 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担心 就是有没有可能这次的地震会触发其他的断层 甚至有一个专家说 东部外海要留意所谓的海沟型地震 他就说到这海沟型地震 但他听到就非常害怕 为什么 因为海沟型地震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它摇得很久 再来它摇得很大 也因为前面这两个特点的关系 所以很多大楼会因为海沟型地震而倒塌 所以院长您怎么看 你觉得会有可能会触发到其他的断层吗 我们待会再来讲海沟型地震 我先讲讲两个问题 有一个一下正央在北一下正央在南 那因为我们在讲一个地方破裂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面的破裂 它绝对不是一个点或一个线 它是一个面 所以这个面上如果这边破完就换那边破 这边破完那边破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是一个面 我们再算一个地震产生多少能量释放出来 就是规模情况下 事实上也是看这个面积层上相关的东西数等等 所以它绝对不是说 我这一点破我就一直要在这边 不是的 这是破完以后换别的地方破 然后把整个区块 把它把它补完 大概是这样子情况下 然后在下一次在地震时 就是它已经恢复很久了 然后又一直累积 刚才讲的应变累积很久 是哪一天又再释放出来 所以就是讲说为什么规模大 它需要更长时间来累积那个硬力 原因就是这样子 那讲到海沟型地震情况下 海沟型地震 因为它是完全是两个板块在 完全在隐没作用造成 所以它的那个界面其实那个力量 如果是用挤压力量情况下 它可以释放出来的地震的规模一般是较大 比如说日本的311地震 或是南亚海啸那个 那个Sumatra那个地震 那都是规模9以上的 那就是很大 那台湾你会问说 台湾有没有这种规模大的 由1920年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流球以末带 在最南端或最西端 靠近台湾附近的情况下 1920年的那个地震 事实上它规模 号称也有到8 非常的大 对 所以那个也算是 我们一般讲以末型的地震 跟这一次不但这一次完全是因为挤压碰撞 试图要想要想要引末的过程 那它没有引末 但是那边是属于 那个那边是引末的地震 所以这两个事实上是 有点区隔开来的这样子 那刚刚院长在 实际上他们有跟我们特别提到 其实说到海沟型地震 院长你有一个特别担心的地方 是什么 海沟型地震 这边我叫担心的 其实是那个就是 大概就靠琉球这边 最考虑它西边这边 因为曾经过 发生过规模到8以上 所以这个地震如果大的话 规模就一定地震规模就大 所以大就很严重 但是你刚才讲到说 我根本更担心的问题 其实我更担心的 恐怕 台湾其实也很多地方要担心 不是只有花莲 因为花莲是大概70%以上的地震 都在这一带发生 我们还不 我们还不把那个更外海算进来 这只是在附近 就大概70%多年发生 但是其他地方的话 其实那个你只要有个地震情况 因为其他我们人口都足够在西部 甚至北部 那就是大多的人就较多 或是说工业密集的地方 像我们的半导体是一大堆的 那这些地方如果有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地震 我讲规模大一点的情况下 那恐怕损失就会恐怕比这次还严重 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避免 那你说其他地方有没有地震 像我随便举个株苗好了 那株苗地方有没有地震 株苗也有可能 因为1935年就新竹大地震 那就是新竹大地震 所以到现在已经很久了 已经非常非常久 所以你如果说它累积的 能量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了 那地方 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是我们很多 那个高级工业重工业区的地方 那这地方如果是真的有一点 闪失的话 那个损失恐怕是 恐怕不是单纯的事情 这样子 好 感谢院长今天的时间 所以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的是 刚刚院长也有特别强调 虽然这一次是0403之后的余政 但是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